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释里刚刚发生了非常恐怖的大屠杀事件 在加薩地带的哈马斯分子 武装分子越过边界亦击军营 他们拥有些较为先进的武器 有人怀疑是否在古克兰拿了一些美国武器之后 一直流传说他们借武器迈出去 给恐怖分子来赚钱 以色列的打车很快被击毁 然后冲入民居和音乐会 屠杀有1200个以色列人死亡 以色列人的大军立刻报复大军召集 30万大军包围着加薩地带 到现在不断轰炸 已经到那边加薩地带的巴斯坦人 亦有数以百计的死亡 如果真的大军打进去 将人看战 相信第一场很惨烈的血声战争 人类发生的冲突 让我们都觉得很难想像 人要残忍起来可以非常厉害 一杀人的时候 没想到被杀者也是人 而且他可能有家庭 有妻子、有子女等等 而是觉得他把他说成是一个敌人 如果巴斯坦人说他是以色列人 你就要杀他 或者是犹太人就要杀他 甚至不是犹太人 你支持犹太人的人都要被杀 但如果以色列人说 那些巴斯坦人要被杀 就算不是巴斯坦人支持他 他都会被杀 这种残酷的战争 令人相当担心 因为乎克兰已经打了很久 而这场仗拖下去死了很多人 而强大的国际势力 又不停止战争 一直拖下去死了更多人的死亡 甚至很多的乎克兰的精裔军队 都相亡残盡 现在无端端都将很多人拉上前线 据说有些人叫俄罗斯 即是让他们过去投降宣素 俄罗斯就好 只要你过来 就可以就这样过来 和平进入 这些情况 我们看到那种凄惨 是谁想离开自己的故乡 但是在战争杀戮 即是为了保命 就宁愿投降 这种在战争带来的血肉模糊 那种人性的罪恶 让我们都很有感受 也相当的担心 在中东将它爆发更可怕的战争 而且世界各大势力都会介入 使战争更加充满了那种 引起世界性冲突的危机 好了 但是 耶稣基督又如何去处理战争呢? 还有我们留意究竟 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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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提及到刀劍的问题 究竟 约百多 19章 第29节 曾经说过 你们就当惧怕刀劍 因为愤怒惹动刀劍的刑罚 使你们知道有报应 报应时的原文就是有审判 即是说 如果你要动刀劍 你应该都惧怕 因为如果你打仗 用刀劍来互相杀禄 是由愤怒所惹来的 你因愤怒 而以至动刀劍得到刑罚 人们会受到报应 即是说上帝会審判 即是上帝也会看到这些暴力创 好了 到新约 我们再看看 耶稣基督也曾经遭受 非常恐怖的暴力 在《玛塔关》第26章 第47节开始 记载到 当时耶稣下西玛利圆祈祷的时候 出卖他的门徒 叫犹大 就带着人拿着刀盘 从祭司长和民间长到那里来 每个都是鱼狼伺虎的 拿着刀和盘 这个是犹大爱的暗号 我和谁亲嘴呢? 那个就是耶稣 那你就捉住他 结果 他们捉住耶稣的时候 玛利福音记载 有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人 就拔刀出来 把大祭司的仆人 斩了刀 就削掉他的耳朵 《玉行福音记载》 那个人就是耶稣的大门徒 彼得 他带着一把刀 预备保护耶稣 一见那些人抓他 他就拔刀出来 斩下那个人 斩下他的耳朵 而那个人是有名的 叫马勒古 这个人如果有名的 马勒古在圣经记载 很明显 后来也成为基督徒 才会知道他的名字 这个马勒古 斩了他的耳朵 彼得其实是用暴力 抗拒暴力 你用暴力抓我师傅 我又用暴力 你根不根据法律 违法就可以达义 你行公义 我就要斩你 结果这是世俗人来说 以暴亦暴是否代表公义 比特认为 他用暴力保卫耶稣 可能代表一种公义 谁知耶稣说 修刀入超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就是你用刀剑 人家用暴力 你又用暴力打的时期 就会造成很多杀虏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然后他在《洋福音》里 特别说到 他说我父所吸我的杯 我怎可以不喝呢 即是他预备了被捕和受苦的 这个苦杯我会学 于是那些人就遇狼刺苦 把耶稣捆绑了 捉住他 但是在《洋福音》里 就记住 耶稣到这个地步 有他 于是他把那个被斩了耳朵的大祭司的仆人 摸摸耳朵 就把他医好了 耶稣不单只不用暴力 他还医回捉他的人 使到这个人的伤害得到医治 所以《洋福音》有记载 《洋福音》说那部人的名字叫《玛纳古》 这就显示后来他信了耶稣 因为耶稣医了他 他马上信了耶稣 例如圣经说到 《古利来人西门》帮耶稣揹十字架 那个人有名字 就是因为他做了基督徒 后来西门 《古利来人西门》的骨的棺材 他是奥斯罗尼 就是他死了 把骨放在石棺里 在考古学上找到 这个古利来人西门是真实的人 而且骨的棺材上有一个十字架符号 他真的信了基督教 现在这个《玛纳古》 相信他也是信了基督教 即时成为耶稣门徒 所以当耶稣被捆绑到大祭师府的时候 彼得就跟着耶稣 《约翰福音》说 还有一个门徒跟着 那个门徒是大祭师所认识的 相信这个很可能就是 那个耳朵被斩的 那个人 《玛纳古》已经被耶稣医治 他立刻成为基督徒 跟从基督带彼得 但当暴力临到耶稣的时候 你以为耶稣有没有能力反抗 其实耶稣也说过 《玛纳古》二十六章三章 他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 如果我要用我的武力 我一呼召有十二营的天使 一营有六千人 十二营多少人 我驱召有几万的天使 几十万的天使 救我都可以 不过我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看这个问题 是一个更大的眼界来看这个问题 耶稣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 他意思是说 他是有统管全国的权兵 他可以用武力的 但是他没有用 比特想用武力抵抗 就没有了解全国了 就当是一种政治权力的斗争 就是政治权力的当权者 欺压耶稣 用刀和他斗 但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尼采雅 并不是深陷困境的政客 即是不是政客 你现在和我斗 我又和你斗 他仍需要好像政客 快点保护我 我的群众出来 支持我出来 示威 他没有这样做 这个就是耶稣 和所有政客心态的不同 包括很多基徒 都用政客心态 来看一个世上的事 耶稣是一个更高的 以天父的儿子 三位体的真神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的大事 所以他不是站在哪个政治立场 我现在支持哪个强国 你支持哪一边 当有冲突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说 他用上帝的视野来看 而他并没有逃避 当那些人抓他 他知道的 但是他没有逃避 他又没有出手 用上帝的能力去打败对方 因为他不是很多人希望的 有些人希望他用神力打败大祭司 希律王 或者罗马的势力 他并没有运用他的神职的权力 掌管宇宙权力 他选择另外一条路 他是通过他的受苦 和他的避害 去完成对人类的救赎 这个真的是耶稣基督 和所有政治斗争中的人 最大分别 当他愿意通过受苦和避害 就是他以无尽的爱 去承受自己经历的苦难 去将这些仇恨和暴力 用爱去转变 其实圣经也说过 上帝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 在以色列四十章 他在看地上的居民 像是蝗虫 铺张穷仓如万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幕 就是这个宇宙 像是珠星秀 像是一个将额 在重力场包围之下 又不是说 这个是宇宙膨胀的理论 就是张开的一个将额 他既然有这样的权兵 这是上帝的 上帝是超越在上 地上的权势 和他相比显为无有 军王在世上被认为很重要的人 但其实对上帝来说 军王的力量和明星毫无分量 唯独主、上帝才是 宇宙的真正掌权者 真正的军王 所以他有他凌价万有的圣结和能力 耶稣基督三位体的真神 他是超过万有的 是没有人能够给的 但是他却是选择一个 他自己的方式 来面对这个地上的残暴 当彼拉多见耶稣的时候 他说你做了什么 是那些人要抓你 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 我就会引动战争 很多人跟从我 仍会让那些人捉得到我 我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彼得也不太明白他说什么 你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属于什么 所以 究竟你是不是王 有人说你自称为王 那当然要杀你 你要背叛罗马帝国 耶稣的回答就是 你说我是王 我就是为此而身 亦为此而来到世间 特别为作真理来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彼得多说你是王 我是王 我是来到世间的 但我是为了真理 为真理作见证而来的 彼得多问了一句说 真理是什么 这不是政治问题 这是真理问题 这是宇宙的慈爱 对人类的够熟的一个问题 所以 那些人本来想用权力来弄低耶稣 然后 将他交给比喀多 罗马人 将他弄个死罪 让比喀多杀他 所以比喀多是用权力来对他 耶稣说我国不是属于这里 他是天上的国 他的权并是宇宙星的 但是他选择的道路 就是通过他的痛苦 和死亡承担人类的罪 他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死而复活 就显明生死的权并在他手上 生命的根源在他手上 宇宙中 人要得到永恒、得到永生 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带来的救赎 才会改变到这个世界 这里耶稣基督想表达很重的意思 不是靠炆八刀出来解决问题 不是靠你的枪炮、飞机、武器 现在乌克兰打仗也好 以色列就快打仗 大家都是拿武器、飞机、大炮 各种罪伤、杂速弹 耶稣不是用武器来解决问题 而是用爱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 通过爱来承担人类的苦难和罪恶 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结淨 只要人的心灵洗干净 就可以和上帝沟通 只要人回复和永恒的关系 人就得到永生 而且能够用同样的爱去我这个世界 世界才能够争得到真正的和平 人终尤可见 永恒 人数字幕包装 杨茜茜的